艺术跟条件没有关系的 就你有钱没钱或者你艰苦你高兴 或者我觉得跟这个都没有关系的 只是说就像有人说80年代跟2010年之后 艺术界到底有什么区别 可能最大的区别就人多人少 可能80年代时候85左右 所有的人全是热情 大家做下来是不讨论钱 因为没有钱 但是今天在讨论钱的也是这批人呢 没有关系 只要艺术 我觉得只要作品好 只要能产生好的艺术和文化 条件不管什么条件都会去做 如果你喜欢艺术条件不好 你不做吗 我觉得不太可能 我从很早自己做艺术 然后后面是做艺术中心 然后后面做艺术媒体 其实一直是跟一群人在一起工作 然后一直是说有管理啊 有安排有策划 所以后来到09年 你觉得其实很多事情 包括艺术创作 包括艺术是一个品牌 包括艺术家是个品牌 包括你可能整个可以做一个小的产业链 那就把之前的很多经验 包括很多朋友 很多人就放在一起 觉得可以做一个品牌 我觉得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就像大家经常讨论说 艺术应该是商业的 或者这些艺术太商业 那些艺术不商业 其实我觉得商业 包括品牌 其实是艺术很小的一个问题 就艺术是很大的 这个是里面很小的一部分而已 我20岁的时候是1997年 那么就觉得OK 这个好像跟香港是会有一些关系 当然不是政治上的 或者什么 但就是你的记忆中 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这是一 第二呢 其实我们采访了很多人 问了他们说 你20岁时候的青春的这种颜色记忆 那这些很多颜色 都是通过组合挤出来 但是你整个会觉得 就是说20岁是一个很轻松 跟现在距离很远 但是呢 所有人愿意去想这样的一个时候 我觉得20岁是个嵌入点 最重要还是说 你欣赏这些作品 这些绘画带给你的一些快感 因为这个系列 这个绘画的系列是 从14年年初 我们跟比如说美国的军械库博览会 他们委托我们做他们的一个形象 然后在国际上其实展的还是蛮多的 那我们觉得可能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时间 这样的一个场地 好像这个系列比较合适 那它能比较吸引人 那么这个系列的这个色系 这个20岁这个系列是特地为这次 就是单独创作的 因为觉得 PMQ还是比较 让就是它整个定位比较大众的 然后大众跟艺术之间的这种关系 那我们觉得这个颜色 是比较能够吸引大众 让大家能够喜欢呢 我觉得会越来越热闹 就像 其实我觉得你肯定了解香港几年前 三月五月一波会 到现在为止 每一次都有活动越来越多 不管是大陆来的 还是国际的艺术家越来越多 画廊越来越多 对内地来说 上海 比如说14年开了很多私人的美术馆 各种艺术会 各种年轻艺术家的机会越来越多 当然我觉得这好事情 整个国际就在这样 整个国际的艺术界 也是在更新换代很厉害的这个阶段 所以 国际跟中国 似乎对中国人来说永远是个问题 但是其实没有这么严重 就只要你是好的艺术品 它总归会有流通的渠道 总归会让大家看到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跟艺术产生没关系 但是是整个艺术界在变化